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赵露丝豪气宋宝格丽《朱莲玉木》发布会与刘宇宁甜蜜互动引热议 赵露丝近年来凭借《星汉灿烂》和《偷偷藏不住》等剧集迅速窜红,成为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随着她与刘宇宁合作的新剧《朱莲玉木》即将开播,备受瞩目的赵露丝在剧组的发布会 尚不仅展示了她的敬业精神,还以一份豪气的礼物赢得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在《朱莲玉木》的发布会上,身着紧身黑色服装的赵露丝显得格外纤细 她在剧中饰演的角色端午命运多舛 为了更贴近角色,她特意压低了自己的声线 展现出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敬业态度 当被问及对角色的看法时,赵露丝表示 端午的前妻几乎都在哭泣,但她并不将这些眼泪视为珍珠 而是视作成长的基石,体现了她对角色的深刻解读 赵露丝在发布会上透露,一看到《朱莲玉木》的剧本 她就感到与端午这个角色有种共鸣 觉得与剧本颇有缘分,因此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角色 她的这种共情能力和对角色的投入 无疑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 与此同时,刘雨宁在发布会上手持剧中《角色燕自经》的专属佛珠 透露自己平时就喜欢把玩小物件,剧组特意为她设计了这个细节 展现了剧组对角色的用心 刘雨宁和赵露丝在直播中默契十足的互动也让粉丝们大呼过瘾 刘雨宁配合赵露丝的带货环节,幽默地喊出老板,真的要赔钱了 而赵露丝则豪气回应多得都她贴 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让网友们看得津津有味 在发布会上,当赵露丝被问及准备送什么礼物给粉丝时 她原本考虑送与剧情相关的珍珠饰品 但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准备,刘雨宁随即建议送赵露丝代言的商品 没想到赵露丝直接豪气承诺送出三套宝格力珠宝 这一举动不仅惊呆了现场观众,也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网友们纷纷称赞赵露丝的大手笔,感叹其为了宣传新剧的慷慨 赵露丝与刘雨宁在发布会上的互动也甜蜜满分 当赵露丝为了不挡到后面的人而蹲下时 刘雨宁温柔地称呼她宝贝,并说不用蹲下 这一细节让粉丝们直呼两人私下的互动非常甜蜜 赵露丝此次的豪气之举,不仅体现了她对粉丝的重视 也为珠莲玉木做了极佳的宣传 她的敬业态度和与刘雨宁的甜蜜互动 无疑为这部即将播出的剧集增添了不少话题和期待 随着珠莲玉木的上映 观众们对这对新鲜组合的表现更加期待 期待她们能在剧中擦出怎样的火花